你為什麼要開車 這樣很危險你知道嗎 是啦 我是怕撞到後面的車 我才會開車但沒關係 抱歉 這都不是理由 山上大的最多就是流血到金子 他們歡迎都不斷 你這樣開車真的很危險 但如果是背負打檔 真的去撞到人要怎樣 不是理由打檔 就絕對不會發生意願 妹妹 失禮了 叔叔不是聰明過夜 拜託 小姐 我想要跟你問路 請問你怎麼知道 我家山上的微信塑料要怎麼走 你要去微信塑料嗎 你從那裡一直開 看到山上的路就吃完 再開車就看到了 你...你是要去看醫生嗎 聖士 你有聽我說話嗎 有啦 謝謝你 那我現在要怎麼走 我這裡山上 醫生差不多都一禮拜 會來一次 把我們大家這樣順順看一看 你如果是現在身體就不舒服 我看 我看 你去山上看醫生比較快 不要再開車了 謝謝 來… 都跟她說有心塑料 沒有醫生 她都開車了 妹妹 來 妹妹 你住在哪裡 阿姨幫你回去好嗎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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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醫師 今天疫情結束了 謝謝你 我以為醫生臨時有事沒辦法來 很感謝你今天這麼醫生 萬一來到哪裡 我時間也要配合 而且我也有請 要去哪裡都很方便 其實這個地方很偏偏 路上的標誌又又不清楚 經常會減到路 不過你很厲害 第一次就嚇到了 可能是因為 我找到 找到的人 住在這裡 都是老人跟小孩比較多 對 你幫我注意到 這裡在地的居民有很多嗎 沒有 沒有 都在館工客那麼多 所以說這裡八百百萬 人比較多比較努力 然後平常就沒有三個人 我今天有遇到一個女孩子 等頭髒 把酒精打下去 差不多這麼高 應該是三十歲 這種女孩子你會有影響嗎 他讓人的感覺 你有參加一個小學老師 沒影響 可能他身體很健康 不常常來這裡 你又知道什麼 剛才這個人沒坐 我可以幫你找 不用 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 他說他就是你說的對得人 時間差不多了 我先來了 王醫師 你男人在來山頂一段 我可以帶你自己去看 這裡的環境不錯 沒有膝蓋你會遇到 你是要遇到的人 不用 我自己去看就好 怎麼受不了 一定還會遇到的